吃對食物可以自救也可以救人 把吃的自主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大家才能體會到用保健來取代健保 真正做到食物取代藥物 廚房取代藥房 你以為食物跟你的身體症狀 一點關係都沒有嗎 我們的身體會特別的有痠痛感 經常很累 想睡覺 容易有過敏的狀況發生 這個就是有可能身體有一些發炎的狀況 其實藥物它其實是一個針對於疾病所設計的 但是你的人最根本的就是 你有沒有辦法每天能夠攝取到足夠的養分跟水分 食物的營養就能夠幫助我們的自癒力恢復 20多年 我幾乎都是落實這種健康飲食的方式 低溫低碳 然後減糖減免排毒 那我自己卻還走透透 所以對食材非常了解 那我的朋友都跟我講 你看到食材好像挖到飽一樣 我說對 因為它有滿滿豐富的能量 有很多的植化素營養價值非常的高 這堂課一開始 我會跟美寶營養師一起 讓大家先建立健康飲食的知識跟觀念 再教大家35道涵蓋主食蔬菜肉類湯品 甜點這些營養均衡 而且在短時間就可以做出來的料理 當然裡面也包含東亞小廚必點的經典名菜 也會從原形食物的概念 教大家自己做出無毒安心的火鍋料 及健康的滷味 以及各種清爽的養生飲品 讓你吃得開心也吃得安心 還設計了每週兩天 每月一次或者是每季的排毒食譜 讓身體得到休息 她不是為了做菜而做菜 她讓你了解 你自己是你自己食物的主人這件事情 我對她的菜很驚豔 她做到就是我們所有的健康營養 可以跟美味是共存的 玉姐對於食材的重視 是讓我非常的感動的地方 她善用食材本身的特色去做發揮 我覺得一邊吃一邊養生 是一個她很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最佩服玉姐的地方就是 她是始終鍥而不捨地 朝著她的理想 一往之前 就絕對不會去有任何的退縮的 現在我想邀請你跟我一起 對飲食多一份健康的意識 每一口吃到的料理 都是我們對身體最好的投資 對身體最佩服玉姐的一份 對身體最佩服玉姐的最佩服玉姐的 最佩服玉姐的最佩服玉姐的